今晚我可以说是比较迟回来 然后所以就太晚了就没有去阿尔家里面给大家开播了 比较迟 也可以说今晚比较早 你看这么早就给就是就就就就闲了 可以说这么早就闲了 时尚今晚吃苹果吗 苹果是我的最爱 苹果也是苹果也是我的最爱 八点半了 八点半的话对我来讲我感觉还是 那个啥还是 先当于是我今天晚上先当于是下 先当于是下班了嘛 知道呗 怎么取消管理员身份呢 真是我真是莫名其妙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搞 我设置一下 叫他们你们没有给十三没有给主播点赞呢 你们在左上角左上角给主播点个赞 就是说错了 就是不好意思最近就是这两天 这两天阿尔没跟我起播 我能变越来越傻了 讲话都不会讲了 你们快点帮我 就是帮我在阿尔的那个抖音 在阿尔的抖音下面帮我就是叫一下阿尔 叫他快点快点好起来 快点回来好起来 快点回来开播 阿尔感冒 阿尔感冒都还没好 然后又跑到他小鱼家去了 十三苹果能吃饱吗 苹果挺挺肚子呗 饭没吃呢 饭没吃 然后现在不是菜籃板没有下来做饭了吗 然后我也懒得煮 我就吃点苹果呗 待会再看一下吃点 反正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就是那些山货不平衡多 待会吃完苹果 我再看一下吃点什么东西就行了呗 偶尔这样子吃哈 我只是偶尔这样吃 你们也没有像我这样子 就是呃 有的时候不想吃饭的时候就吃些水果 吃狗羹粉 嗯对 可以吃狗羹粉了哈 对啊 家伙们 你们就是上次拍的狗羹粉 你们都吃完了没有 狗羹粉的话 早上一杯 晚上一杯 我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都是吃了狗羹粉的 二感冒好了吗 十三 嗯 好一点的 但是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好哈 二感冒的还没 还没完全好 快吃完了 快吃完了 狗羹粉好吃吗 狗羹粉不只是 我觉得狗羹粉不只是好吃 哈 它很方便 好吃方便 然后 对身体又好 二是不是羊了 对二羊了 羊了 但是现在好多了 前两天它是 就是快不行了 就是 我觉得永远好吃 就是不加糖的是吧 家伙们马上过年了 马上过年了 你们谁 谁 就是 有没有人欢迎我 过年了 然后我可以去你们家玩 好不好 过年我要回趟福建 回趟福建顺路 看一下谁家里有好吃的 我就去你们家里面吃好吧 十三女孩子可以这样吃减肥 帅哥这样吃不行 还好吧 欢迎你 真的吗 你们真的欢迎吗 那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就是我做一份 就是计划好吧 过年的时候 我做一份计划 看一下什么时候 就是 什么什么 就是几号几号 初一去哪里 初二去哪里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 福建那边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是 都是到处玩的 就是没有在家里 十三来重庆请你吃火锅 真的吗 每天开心就好 真的吗 那 四床里重庆也不远 那我回去的时候 去重庆那边 去你们家那边吃下火锅 然后去要重庆吃火锅 然后再去哪里 下一站去哪里 不在二二家过年吗 在二二家一株连 今年一株连 我是在二二家过的 然后就是汉株连 对吧 初夕肯定要回家的 我们 我们福建那边 我福建那边的话 就是过年 就是还是比较重视的 就是一年到头 在外面的话 在外面不管你走得多远 过年基本上都要回去的 来仙桃 好 来广西 我看一下 好吧 我们我搞一份 就是出行计划 外面 今天不算 今天不算冷 今天还 今天还都还不算冷 但是还是感觉外面是有点冷 还是在这里面跟大家直播吧 过年会带阿尔回附近过年吗 我也要去 带老婆回去过年吧 在什么地方也是这样子的 春节 毕竟回家 我也要去 阿尔 阿尔你说你要去哪里 你是真的要去吗 你是要跟我一起去去加勒门 去去拜访我们的加勒门 还是要去拜访我的爸爸妈妈 我跟你讲 我今天晚上开播之前 我就我就在想这个事情了 我就想过年的时候 要怎么开口 其实我真的是 其实我这两天马上要过年了嘛 对吧 然后我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件事情 就是想跟你说 然后就是不知道 要怎么跟你说 我怕 因为我怕 就是直接说出来 到时候你又 你又就是 就是拒绝我 所以我要想一个 我要想一个办法 就是 我要想好怎么说 那你不能拒绝我了 你还在不在直播间 阿尔 我想去会会阿姨 你这话讲的 你这话讲的 你想去会会 你想去会会我老妈 是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 你要是去见我老妈 的话我在想 那个画面 我都已经想好了 那画面真的是 我不敢想 不过你在我家里 你不用怕 我家里面 我奶奶 是吧 我奶奶肯定是会 很喜欢你的 然后我爸 肯定也是会 然后我妈的话 你就可以不管他 反正我在的话 我在家里的话 你就不愿怕 因为我从小 在家里面 反正 反正 我 我只有在你这里的时候 我才是这么 这么就是听话 听你的话 这么温柔 但是我在家里的话 没关系 我妈都要烂着我的 哎 不小心就暴露出我 不小心就暴露出 我的那啥了 你确定去啊 你不能防 你看子不见这么多家人 都都在坐正哈 回福建 去厦门 鼓烂雨 去平潭 福州福庆去玩 哇 大家已经知道 你都知道了 我不怕 我突然想到那种 就是我头脑里面 突然有那种画面 就是电视剧里面的 那种就是婆媳之间的 婆媳斗争的那种 就是勾心斗角的 那种画面 已经在我头脑里面 展现出来了 但是你放心 不管我妈怎么样 我会永远站在 你的 你的旁边 我要让阿姨知道 我多厉害 大家相不相信阿尔说的话 阿尔说他要让阿姨知道 他有多厉害 怎么个厉害吧 阿尔我在想 你要让我妈知道 你有多厉害 这也不对呀 不是阿尔 我们不是 不是很多人 都是喜欢那种 就是楼楼楼落落的 就是你不是很温柔吗 你 你 你进我妈段 你不是应该装作 就是很温柔的 那个样子吗 然后等我们 就是结了婚以后 你再暴露你的本性就行了 就 就是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 你就在我家里面 你就假装 自己很楼落 然后我妈说什么 你说好的 好的 是 然后等我们结了婚以后 你就 你就一下子 好不好 结了婚 第二天你就变了 然后我妈叫你干啥 你就 你自己不会去啊 那我妈就让她 她会吃惊一下 然后你就说 现在都 现在我都 现在我们都 现在你 现在你儿子 现在我都已经嫁到你家来了 现在你儿子都是 我的了 对吧 现在你赶都赶不走 我的 你还以为 现在 哦 不会怎么说 现在都到手了 我也不装了 我摊牌了 实际上在幻想嘛 是 我刚刚是在幻想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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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胡亦姐 你一下子把我 拉到现实就来了 不可能 那你要怎么搞 那你要回去 跟我妈怎么 怎么 怎么争斗 我教你啊 我妈这个人 也是吃乱不吃义 你知道吗 你回去的时候 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 我们多买一点那种 我妈不是 就是年纪也大了吗 是吧 五十多岁的 然后她也是 皮肤也是 就是年纪大了 她肯定是皮肤 缺少水 就是缺少水分嘛 是吧 那她那么 她那个年纪 她又不喜欢 因为那种 就是有护护品 面膜这些嘛 那我们就是 带那个死虎回去 好不好 我们带 就是带好的死虎 带回去 然后就是 那我妈吃 天津给她吃 吃她一个月 过年回家正好 一个月对不对 我们 我们就 我们在山上 就是收的那种死虎 就一斤 就几百块钱 那个死虎 好不好 我们已经几百块钱 收了死虎 我们回去跟我妈说 跟我妈说 这个死虎 有几千块钱买的 我们不要说 我们自己收的 因为这个死虎 我跟你讲 因为我们这个死虎 我们去外面买的话 确实已经要几千块钱 那我们不要跟我妈说 我们是自己收的 因为我们自己收的话 她 她不知道 那我们自己收的几百块钱 那她以为这个东西 才值几百块钱 你知道吗 你要 你要说我们是买的 不要说我们 不要说我们是农户那边收的 知道吗 所以我们去收了几百块钱 她就觉得 这个几百块钱东西 是吧 就是 她就看不上 我们就说 这个已经几千块钱 我们就是外面买的几千块钱 然后 每天让她去吃 本来 本来一天吃20克的 我们让她一天吃30克 那吃个十天半个月 吃个十天半个月 那她就是 那她就是脸色好一点 是吧 然后她就 哇 然后她就会去到处去 帮我们做宣传 哎呀 我儿子 我儿子跟 跟她女朋友 她有可能会讲 我儿子跟她 跟我媳妇 在外面给我带了 这个啥啥啥啥东西回来 我吃了 吃了半个月 是吧 吃了20来天 你看我皮肤比以前好很多了 然后她会去到处炫药 她 然后别人会问她哪里买的 对不对 她说我们她说我们钱又赚了 对不对 我给她带几块腊肉去 好 我们 我们给她 嗯 那我 那我们这几天 那我买 好吧 我去买几个好的腊肉 我们 嗯 再咔嚓一只猪回去吧 因为我们福建那边 福建那边就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猪肉哈 我们基本都是超市买的 我们就是福建那边 我们那边没有没有地方买到这种 就是说 呃 粮食猪肉 到时候买点回去给他们尝一下 然后 我我妈也是 其实 我妈 我家里人 我奶奶 他们都一直担心 我在梁山这边 就是在四双这边山区啊 他们都怕我就是 有没有